为打造更亲家庭的社会 国家人口及人才署将通过网上调查 社区活动 工作坊以及对话会 了解国人对组织家庭和养儿育女的看法和需求 其中网上调查将从即日起展开 每个月的调查会有不同的主题 来看记者李莱玲的报道 协助管理国家人口及人才署的人力部长杨立明 上午出席由人血主办的全家共享亲子乐活动式透露 这项全国社区活动 两年来吸引了6万户家庭参与 我希望接下来我们能够扩大这个网络 能够让更多的有兴趣的人士参与 也给予我们他们宝贵的反馈 因为这样子我们在设计未来的政策 或者是措施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更针对性 公众从即日起可以通过家庭政策与资讯网站 黑baby.sg参与网上调查 针对结婚生子等课题急于反馈 公众也能通过民情联系组的意见站 针对调查提出意见 国家人口及人才署 接下来还将举办各类亲家庭的社区活动 像是亲子欢乐日以及工作坊和对话会 这是为了聆听各方意见 了解国人对组织家庭的需求和顾虑 以制定相关政策 可能在工作方面吧 可能有点伸缩性 可能允许家长可能在几个星期 或者是一两天会有能够在家办公的 这样的一个伸缩的安排 地铁站有更多房间给我们换药物 喂奶这些东西可能会比较方便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来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